近日,挪威北部已有一百多头巡路被货运列车碾币在冬季迁徙的过程中遭到写洗,图取自挪威广播公司NRK参响。 挪威广播公司NRK报道,近日,挪威北部已有一百多头巡路被货运列车碾币在冬季迁徙的过程中遭到写洗。 NRK昨天晚上报道,一列火车碾壁在铁轨上的六十五头巡路另有四十一只鱼二十二至二十四日间死亡。 法新社报道,这六十五只巡路的主人卡普杰尔博威Henry Copfield对NRK表示,我快气昏了。 他又说这是愚蠢的动物悲剧,是一场经历噩梦。 挪威境内约有二十五万只半野生的巡路,多在偏北处栖息。 每年这个时候,牧人把巡路迁往冬季牧场,这是相当危险的旅程,因为他们可能在途中被汽车及火车碾壁,还有些则会淹死。 纪录片导演约特希,John Ellinger C,拍下的照片显示,死亡巡路躺在血迹斑斑的血中,有些巡路是在二十五日被撞伤后遭枪杀。 他对NRK表示,这看来就像一场噩梦。 2013年至2016年间,两千多只巡路在同一条铁轨上遭免币。 巡路牧人要求铁路运营商在沿线安装围栏,但运营商表示目前人无资金。